所以呢 经常在上面 聊八卦啊 骂明星啊 你们知道我骂过谁吗 胡杏儿 对 胡杏儿真是不好意思 可是你们看到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部落格上面 我骂过的人多不胜诉 我骂过我不认识的明星 我骂过我认识的老师 我还骂过我最亲的家人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迷失过你就不会有觉醒 我反而很庆幸就是我自己有叛逆过 所以我现在更珍惜 当我找到我自己 一条健康正确的路的时候 的这一份感动 其实 小时候我为什么会叛逆呢 就是因为我 否定了我自己的价值 我忘记了自己的独一无二 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珍贵的被爱的人 我是开始在工作之后 我忙到一个 连想要回家让家人唠叨我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 我才开始想念以前 常常跟家人吵架的那些时光 我跟我爸爸唯一一个拥抱 是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有那个拥抱呢 不是我给爸爸的一个拥抱 是爸爸给我的一个拥抱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是十三岁第一次来月经 不敢告诉人家来月经 第一次来月经 早上起来看到那个床单全都是红的 吓死我 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婶婶在我家 她就帮我换床单 然后我爸爸就问婶婶说 她怎么要换床单搞什么 我就说我倒翻了那个番茄汁 她说神奇病啊你 谁叫你把番茄汁拿到床上喝啊 结果我就哭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来月经很羞愧 然后我又觉得我受委屈了 爸爸又不知道什么事 又在那边骂我 然后是这样子我就哭 结果后来婶婶告诉爸爸原来是什么一回事 然后爸爸跑来 抱了我一下 然后就说 对不起 错怪了你 那是我跟我爸爸 我23年 人生以来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跟我爸爸的拥抱 今年的父亲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 我跟他说我很抱歉 我觉得我进步了的一点是 虽然我还不敢 面对面跟爸爸说我爱你 可是至少我们现在 手机里面我可以讲这句话 我在微博上面我可以讲这句话 我可以写信跟他说这句话 我期待着我什么一天 我能够站在我爸妈面前告诉他们 我爱你 我觉得 我现在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期待着我有一天可以成长到 我真的敢去跟父母表达我的爱 谈恋爱到现在呢 我觉得我一直都 误会了爱是一件什么的 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到 我二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分过一次手 那是我二十年以来那时候最沉痛的经历 因为我居然在我生日前两天分手 我觉得那个男生是不是神经病 你可不可以经过完那个生日才分手 我觉得作为一个朋友你也不应该让你一个 就是就算已经不是男女朋友 你让你朋友好好过一个生日 生完你才给他分手 不是生完孩子 生完日 就是过完生日你才分手嘛 对不对 可是 是因为那一次那么大的一个破碎 我重新去思考了很久 第一件事情是我没有爱自己 如果我够爱自己 我就不会在每一次我表现爱的时候 我需要听到回应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不是要取悦你 所以原来我当时 觉得 人家不懂爱我 我现在看回去 我也没有很懂得爱人家 当时是我写泡沫这首歌的时候 我一个人跑去纽约 然后 在纽约街头上面我看到很多的泡沫 我觉得人生很灰暗 因为那么浪漫的一个情境看在我眼里 我却觉得是很脆弱很灰暗的一个感觉 可是我当时 写了一些歌词 我说 美丽的泡沫 只是一沙花火 你所有承诺 全部都很脆弱 爱像泡沫 我现在看回去我觉得爱不是泡沫 是我误会了什么是爱 小时候看那种言情小说看的太多了 我觉得我日后当母亲 我真的少让子女看这种小说 因为言情小说里面只讲了爱情浪漫的一部分 或者是受伤的一部分 大部分时间平常的平淡如水的时间 他没有给你讲 所以你以为爱情就是很轰烈 或者是一定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 你才能够去感觉到被爱 所以我以前 我以前看很多这种小说之后 我谈恋爱的模式就是 我必须要让对方让我感觉到我被爱 如果我送他一个礼物 他没有给我回应 我就会觉得 你不珍惜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我的爱是期待着回报的 而为什么我的爱会期待着回报 因为我需要别人来告诉我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我需要一个男生来告诉我我是珍贵的 我需要我身边的朋友去告诉我我是珍贵的 因为我 因为我忘记了我小时候感觉过的独一无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人一定要抓住自己的价值 你的价值不能由别人来告诉你 虽然我觉得好像 讲来讲去就是你是独一无二 你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 你是很珍贵的 这种东西好像很土 可是真正把它活出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想要寻找成功 不同方面上面的成功来告诉自己 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厉害的人 他们可能会想要去赚很多的钱 可能会想要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地位 或者他们可能会交很多的男朋友 有太多的女生 一天到晚跟不同的人去交交往 就是因为他缺乏爱 他缺乏自身价值的意识 所以他需要一些东西 一些人去告诉他 他是珍贵的 这样子你看 工作变成是赚钱的工具 不是你的热情 在社会上面尽你公民的责任 变成不是你自己对社会的爱 而是一个你追求权利的工具 然后你好好去谈个恋爱 爱这件事情那么美丽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出于爱 是出于你想要被爱 你想要人家来告诉你 你有多珍贵 全部的美丽的事情 都变得不美丽 变得不纯粹 人生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你永远不可能把你 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好像打游戏一样 你打到一个big boss 然后打暴击了 就是你永远不会到达那一步 除非你死了 因为无论你怎么样去解决你面前的难关 你垮过之后 会有更大的难关来找你 再垮过会有更大的难关再来找你 我也让你们看到我 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 可是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邓子齐 这个世界没有另外一个我了 上天把我变成一个只有 五尺二寸的人 可是我五尺二寸的时候我就很灵活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谁比谁更强更厉害 这个世界只有谁比谁更了解自己 更爱自己 更珍惜自己 接受自己 拥抱自己每一个优点缺点 而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有一些影响只有你能带给这个世界 我讲完了 怕上火和加多宝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梁茶领导者 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邓子齐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年轻的但是充满温度的演讲 谢谢 谢谢 稍微请坐 哎呀咱俩很一样的一点 你出道六年 我出道十六年 哈哈哈 那你有哪里一样 我突然发现原来代勾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想你想否认它 它就会不存在 这样 你是一个理科生 嗯 我考你几道理科生的问题 在赛跑的过程中 你追过了第二名 跑到前面去了 你是第几名 快速回答 第二 还可以 还可以 周围人不许不许帮助啊 在赛跑的过程中 你追上了最后一名 你是第几名 哈什么 你追上了最后一名 你是第几名 最后一名 啊不 等一下 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对 你追上了最后一名 倒数第二名 错了吧 为什么 你错了吧 哈 你错了吧 终于掉进陷阱了 在赛跑的过程中 你怎么可能追得上最后一名 哦 如果你要去追最后一名 证明你是最后一名 对啊 可是我告诉你 这是哲学的 问题 你要豁出去了 来 说 什么哲学问题 哲学的问题 就是在你的世界里 他就是最后一名 对 因为你是跳 你是旁观者清 嗯 哲学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在这个 广泛的世界里了 是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 你的意思是说 在本我的世界里 嗯 对 去看 所有的一切 投射在你内心 得出的结论 如果是唯一的 如果是唯一的 就是二律被返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能说的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几个哲学名词拿来吓唬他一下 明白吗 我回去看一下 回去我们都学习一下 好的 说的我一头都汗 最近好像你的排行榜的第一名的歌 好像最近被一些歌给挤占了 小苹果吗 就是小苹果 你的歌曲原来是在第一位 现在好像掉到了第四位 这个歌是个神曲 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干嘛呢 这个 吓死我了 这是不叫快闪 这个 年轻人现在喜欢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会儿 我才能理解他当中的内涵 第一位 我叫许豪协 我也是一名90后 今天想问的问题呢 是有关前面一直说到的叛逆 就是很多明星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都会很叛逆 像肖敬腾 他那个时候会抽烟 打架 像韩寒在高中的时候就退学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之前有看到过 你把一半头发给剃掉的那个照片 那我想问一下 你当时是不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叛逆的举动 不是 我其实当时为什么会剪这一个头发呢 是在我其中一个MV Some day I'll fly 里面我自己对着镜头剃的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举动 其实我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你的头发发质不好 你怎么样去护理 怎么样去染啊 怎么样去遮盖 表面上可能别人看起来 哦哇你的头发又染了新的颜色 对 可是你自己回家洗澡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哇超级的受损 一直打折什么的 你要让一个受伤的东西 真的重新的去有一个机会 健康的话 就是把所有不好的东西拿掉 这个是一个象征式的一个举动 对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大家看表面这样子叛逆 其实是一个真正成长 我自己迈向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谢谢 主持姐姐其实我是95年的 哇 她95年你为什么这么惊讶 因为你跟我妹妹一样大呢 我是想说就是咱们刚刚啊 许豪杰提到了 她那张就是特别酷的那个剃了一半的这个头发 那你在生活中 就是对你的定位是一个急性的吗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 就是一直下定决心我18岁一定要搬家 我不要跟我父母一起住 我觉得他们好烦 我晚上如果偷偷用电话被他们发现的话 没收我的电话 很正常吗 对不对 父母都这样 可是那时候我不会看到他们这些动机的背后 是想要我早点休息啊 我只看到他们很舒服我 让我不自由 我一直立定决心18岁要搬家 我反而在成年的这一刻 我做了一个举动 我写了一首歌给我的父母 这首歌叫十八 我在这个歌里面 坦纯的跟他们说 我对不起他们 我也一直很感谢他们 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嘴巴里跟父母讲过 对 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一直透过音乐去影响身边的人 谢谢仔细姐姐 谢谢小萨叔叔 小明老师好 你好 小明老师好 你之前被媒体批评过是有五宗罪 比如说就是性格比较骄纵呀叛逆 然后或者对前辈比较不尊重 或者就是博客上比较出言 比较伤人或者怎么样的等等等等 但是就是自从你在某个节目之后嘛 就大家看到一个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 大家会觉得哇邓子齐是这样子的 然后也会觉得你情商特别的高 然后因为你会精心准备礼物给每一个老师 然后也会记住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日 就特别的用心 你是怎么做到这种改变的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以前在舆论上面我会怎么样去回应 我会抓住人家那种 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这样 或者是我会叫我的朋友认识他们的去跟他们讲 总之我就是要澄清给你看我不是这样 到今天我是怎么样 从年初到现在半年以来 我任何遇到的攻击 言论的攻击 我一句话都没有澄清过 难不难非常的难 因为你有时候看到真的会觉得 又来了 真的是救命 今天又有 可是 原来当你开始练习怎么样去用一个正面的方法去面对他的时候 原来这个东西已经不像以前你以为所受的那么大伤害 能够同样去伤害你了 我今天看到那个报道 我就笑了一下 这样我就继续去准备 我等一下要讲什么 我就没在理的 以前我是不能的 以前我一看到这种东西 我就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进步 说到舆论 你能扛得起多大的骂声 你就能扛得起多大的掌声 中间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让你站起来回答吗 我突然觉得你是不是零零后的 对啊 对啊 你好可爱呢 你怎么 你怎么像看见小动物 多大年纪 我今年13岁 你好 你好 那你今天是我们的所有青年代表里面 可能也是所有观众里 年龄比较小 你还有低于13岁 好 接着问你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唱歌 然后 我也想唱一首歌给你听 让你指导一下我 好的 对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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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那么 deux 好 May you earn some comfort in 谢谢 哇 好棒 好棒 你自己就是一个天使 你知道吗 好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在你那么小的年纪 就可以找到自己喜爱 有热情的东西 好好去努力 谢谢 我今天只有13岁 你觉得年龄是表达情感的障碍吗 没错 年龄 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一个年龄的经历 我现在在你的声音里面听到的就是天使 就是你对爱的 你对这个热爱的事情的一个纯真 这一个东西 你去叫50岁的人唱 很少人唱歌 你指哪里啊 我不是说你 我知道 但是我难受 因为到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经历更多的时候 很难再回去纯真里面 珍惜你现在 你不要急着成长 别人说什么 别人说的是 因为你唱歌不是要去取悦他们 你唱歌是你透过音乐 透过唱歌去表现自己 说得好 谢谢 描合 我是一个97年生的准高三学生 来自上海中学 我记得你 我曾经去你们学校做过节目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插生 然后努力了之后 我终于跳脱了年级后三十这样奇怪的怪圈 但是暑假 我每天要上两个小时的课 还要做十个小时的作业 这样到了高三之后 我还不一定是个状元 功夫都是他当不了状 不是 我只是这样打个比方 在我做作业的时候 你知道你们学校年级后三十名出来 随便就可以打死一个高中生 什么排名 可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打死别的高中生 是为了打死能堆成两米高 或者一米高的试卷 证明自己做到了 好 我还有一个就刚刚想出来的问题 就是 你刚刚那个问题问完了吗 其实他这么一讲我有点想清楚了 因为我之前 我这么厉害呢 我这点播一句你就想清楚了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是想问说 我自己做作业的时候很想跑去看美剧 可是看美剧的时候又很想扇自己耳光 说你怎么可以看美剧 你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 自己心里其实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现在想清楚了 自己想要证明自己 在我们的嘉宾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由凉茶领导者加多宝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我自己做作业的时候很想跑去看美剧 可是看美剧的时候又很想扇自己耳光 说你怎么可以看美剧 你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 自己心里其实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现在想清楚了 自己想要证明自己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去证明自己 因为你的珍贵已经在那里了 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脚是什么 你将来踏入社会 你希望你能够贡献的是什么 这个是你要问自己的 不然的话 你去考到所有的那些最好的名字 可能你在香港的内地的高中生的这个学习状况 不是特别了解 他在看到自己人生未来的之前 他必须要先爬过那两米多高的卷子 现在那 可是你要去做这个是你学生的责任 你要去满足你学生的责任 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并不是因为你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是因为你在尽你学生的责任 然后让你可以以后有这个资本去走自己的生命 走自己的路 可是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可以去犯错 试错 对 尝试错 对 你那你如果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尝试过的时候 别人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会不服 但是 但是 关于试错这个概念 现在很流行 说年轻就是用来试错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错误一定是你未知的 对 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你没做之前 你不知道它可能会怎样 这可以原谅 但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错误 比如说有些不该碰的东西 那对不起 那这样的尝试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觉得 一个好的试错是 你没有 你没有知道那个后果是怎么样 对 你对两个选择 你对几个选择都是 没有概念 你可以勇敢的去做你自己的选择 可是如果有一些是你明知故犯的 根本就不用试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不怕让大家看到我的犯错 你有可能知道 现在我这样子讲之后 你会不喜欢我 可是我不怕告诉你 想和 现在马上要进入高三了 我告诉你 人生就这一年 过了这一年 未来的日子会好很多 但是这一年也千万别把状元当成你的目标 嗯 求你了孩子 状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因为我们学校所有考过状元的人 很多都是极少拿班级第一的 对 都是后三十名出来的 加油 谢谢 来 我想先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描和说他那个 说他应该要努力 其实在后台的时候 我发现描和真的已经非常的努力了 因为当我们这些其他青年代表 还在玩手机 或者说是在准备一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发现描和在背单词 然后我跟他就是交流一下 我跟他以后想去哪所大学 他说他想去复旦大学 然后我是来自复旦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 我对这样的同学 我非常的钦佩 真的 就你能够哇哇哇说半天 最后就是为了表扬他 对 你的所有的重点都在最后一集 其实我是复旦的 我告诉你 用邓子齐给你的话讲 你要认识你自己是谁 你要知道自己的价值 你不需要通过一个女生对你的倾慕 来认为自己有多重要 你很重要 对 我其实在就是全场都很认真的听 然后我发现小萨哥今天全场都在找自己和子齐之间的共同点 对 对 然后我帮您找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 你们两个鞋跟一样高 小萨哥 小萨哥你不用比了 你的是隐形的 在里面 不是 我挺想问 我挺想问他 你这个鞋有男款吗 没有 好的 去刚才开个玩笑了 就是今天那个子齐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在爱情方面的经历和体会 那我想在座各位也一定非常好奇 就是 子齐你心目中一个完美的恋情 或者说一个完美的恋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 首先他 复旦大学就提这样的问题啊 没有这个很重要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怎么问 第一因为复旦大学是全国大学中恋爱率最高的大学 在我们的嘉宾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由良茶领导者加多宝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开讲了由纽翠来独家特别呈现 纽翠来80周年品质承诺 两个人的关系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一加一等于三 等于三 我觉得 太哲学了这个回答 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想 为什么这样 因为当一个人 你可能有很多的条件 可能会有很多思想上的条件 你希望跟他价值观很相近 你跟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不言而喻 什么的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是 把对方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对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条件 你才可以跟他在一起 这样太现实了 我觉得 在我自己的恋爱哲学里面 只有一个人是对的人 我只想要找到那一个对的 不然的话 我找到一个可能条件很好的 又能够激发到我做很多事情的 可是他不是我的那个对的人 其实我是抢了别人对的人 所以我只想要我自己对的人 其实好的爱情 是你通过一个人能看到全世界 而坏的爱情 是你因为这个人而放弃全世界 所以怎么选择你们自己去 好 谢谢小大哥 说的青年代表的问题都完了 最后我想问 现在还跟爸妈住在一块吗 住在隔壁 我只想跟你分享一个40岁的人的心情 如果哪一天 你到了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你回过头发现 你记忆中和你父亲唯一的一次拥抱 仍然还是13岁的那一次 我觉得那是悲哀的 不要让那些事情再往后拖了 这件事情不要再等 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人 他跟他自己家人的关系很好的时候 那个人他带给其他身边所有人的爱 都会是很健康的 好了 今天我们听到了90后 邓紫棋在这个讲台上完成了 我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开展者演讲 再次感谢邓紫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展 谢谢 演讲没有结束 演讲才刚刚开始 回去听他的歌吧 感谢收看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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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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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妈在家里就跟我说说以后你找老公就要这样的找 他 他是停不下来的表演疯子 会需一饮三百倍 他是著名演员 红存兴 听过很多大道理 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谁敢说自己在第一季报线永远是一个赢者 想看青年代表 想看青年代表 与他针锋相对 想看青年代表 与他搞笑卖萌 动作精台开展了近期播出 99年的世界赛 拿完冠军之后 国际厅联说你一次使用兴奋剂 北京的各大医院 那会儿我都去过 当时我多希望自己身体能有点问题 真的 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 最痛苦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 在国茂桥那会儿的时候自己开车 然后把音乐开到最大声 放声痛哭 开讲了思想绽放